羅啟豪18區Busking之旅 這日來到第五站九龍城 一如以往整個表演場地 早已塞滿來支持的豪學 今天第五站了 選了九龍城一個商場 為什麼選這裡呢 因為網上很多人 其實是我Fan Club裡面 很多人由Busking初來開始到現在 提議最多場地的就是這個地方 九龍城 因為是一個很地標性的地方 以前是踢得挺長的 很多粉絲都很熟悉 他們很多站都是跟著你 是的 我的粉絲真的很好 他們已經約了18站都跟著你 如果容許的話 每站Ramont都會邀請一位嘉賓 來到第五站 他就找來忠聲老友藝嘉順 Ramont還說有Chris作陣 整個氣氛都不同了 其實由比賽到現在 真的很想跟Chris合作 但一直都沒有機會 之前都試過在某一站聘請Chris 他剛好沒有空 今天很開心他有空 因為有他在這裡 氣氛更加高漲 因為一個動督笑的一個 一個這麼會說笑的一個人 我想說多些但今天沒有時間 我約了一個小時 但今天就是一個小時 我覺得是一個project 游走18區 就是好像啟豪帶大家遊歷18區 每一個區用他的歌聲唱出 當地的情懷很有意義的 你知道嗎 是… Chris自己會不會都想加上這塊場嗎 我會 我也是好像大家這樣隨時 就是一有機會唱歌 不管哪裡都會想唱 中年好聲音三百強誕生 相為師兄的Ramont和Chris 當然有捧場留意比賽 其實很厲害他們各個 有不同國家的人來參加 更加看到他們的厲害之處 因為很不同他們所選的歌 和我們本地選的歌 但是各有千秋 我覺得 一直有留意 因為我們比賽的時候 都緊張 一定有壓力 但是我今次看到他們 其實我都還感受到那種壓力 因為今次是更加 現在各區不同的地方 一起好像 所有人聚集一個地方 就好像在一個 一個武林裡面去 去切磋那些 是很大的壓力 幸好我們是做體那個 但是真的 個都實力很強勁 到現在將會 我們會見到香港區的參賽者 都會一起去比賽 所以就可以繼續期待